哈喽大家好,纯述家常菜分享 酸辣土豆丝 做法超简单 酸辣又爽脆,超级下饭 准备一颗土豆,洗干净之后去皮 然后用擦拭器把土豆擦成细丝 然后马上把土豆丝放入清水之中 洗掉表面的淀粉 这一步是爽脆的关键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干辣椒 把它切成细丝 如果比较能吃辣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小米辣切丝 把土豆丝取出来 沥干水分准备做菜 起锅热油 放入两种辣椒丝 稍微炒一下 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土豆丝迅速的翻炒 土豆切得非常细 所以不需要炒太久 炒大约一分钟 沿着锅边加入两勺白醋 再加入两勺生抽 稍微翻炒一下 适量的加一点盐 把土豆丝翻炒均匀 这时候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非常简单又美味的 纯素酸辣土豆丝就做好了 酸酸辣辣爽脆又可口 非常的下饭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